我們繼續和Henry一起談談手術機械人的應用情況 Henry 我想知道醫學界對手術機械人的取編會如何 以及現在應用的頻率或情況會如何 現在機械人的手術應用主要針對比較多在秘療外科的步驟上 譬如前列腺撤除手術方面會用得多些 因為它需要儀器的靈活度和精準度要求是高些 而在那方面的應用真的會多些 但是除了秘療外科之外相對其他科的普及性還未特別高 因為始終你要另外採購一個機械人來做手術 當中的儀器也有些是用完即棄或者只是有限次數 所以整體負擔都很大 而我們接下來Versius的定位就是希望可以提供一個 可以負擔的手術平台給醫生來做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希望除了在秘療外科之外 是多些其他學科 剛才有說了 譬如虎科 空外科 這些步驟都可以多些去選用 而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做了這1500個案例來說 這幾個案例來說 也有佔一定的比重是秘療外科以外的手術 而得到回來的反應都挺好的 因為始終機械人手術提供到的 無論是影像或者儀器的操作性 那個靈敏度 精細度 是令到他們外科醫生能夠做得較為舒服 或者是較為準確 Harry 你提到 價錢其實都是一個可能限制了 醫療界他們可能用手術機械人的一個原因 所以你們公司就希望可能從價錢那方面入手 這個絕對是會挺大的負擔 隨著人口老化 越來越多的病人 有不同的病患他們需要處理 所以費用這件事對大家都是一個壓力 我們公司成立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在那個設計上 我們都會有一些針對性的 希望在那個儀器上面 我們設計都希望可以簡單一些 希望可以令到那個價錢大家可以負擔 這個是無論是對於公立醫院 由政府來到去資助 或者是私家手術的病人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我有點好奇 有沒有說你們的手術機械人和一些市場 類似的手術機械人 其實那個價錢方面可以低多少成這樣 真正多少成呢 其實就是很視乎不同的地區 因為我都不會知道所有的費用是多少 但我相信我們會是非常吸引的 而在那個合作模式方面 我們都會提供一些的彈性 希望大家可以 集中希望是 我們希望是三贏 就是醫生能夠有手術機械人用 醫生會有贏 病人可以透過這一類的治療 可以得到贏 而我們都是一個合理的定位 希望大家都可以三贏的局面 好 我想問一下 其實英國那邊和香港方面 其實用手術機械人的情況 其實那個分別或者會在哪裡呢 其實我想大部份都是很類似的 大家都是一個很成熟的系統 所以變成在那個經驗上會很類似 而在英國方面 我想他們那個用機械人手術的地方 大部份都是政府去到資助的 而香港就會較為特別一些 有一大部份的手術 剛才說的就是 潛滅線撤除那部份 政府會負擔 但其實在私家方面 也有多少人會選擇去 希望用一些更加先進的器材去做 所以在香港來說 也有多少人會採用機械人做手術 我想知道 想問一下其實疫情對你們公司 或者可能對一些醫療 一些新科技術的發展 其實會帶來了一些什麼挑戰或者機遇 我想疫情初期對於大部份公司來講 都是很大壓力的 就是無論他員工需要 在家工作也好 或者是整個產業鏈 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但是我想疫情也都同一時間 給其他 無論是一般的人 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政府也好 他們都會對於醫療的整個體系 他們都會更加要想一下究竟 怎樣資源的投放 能夠更加有效 更加合理地去使用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在某一些計劃上 我們是有一些的延誤 但是同一時間也是 給了機會給大家 去真是更加想得仔細些 就是說我們的資源 要怎樣去配合運用 令到病人可以得益 這裡主要都是這樣 好 謝謝 好 這段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